關於美虎新村這個傷屍案 我覺得江玉寬議員 這位議員真的是性情中人 根據《香港01》所說 他眼泛淚光地說 不是給多兩千元就解決 這些一定是要怎樣 那兩個死者 一個是86歲 一個是59歲 女兒也是截資 又要照顧一個86歲的老人家 那我不覺得江議員是抽水 這件事他不需要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他是 這件事 因為這麼多議員當中 老實說你記得誰 我就只記得一個江議員 他是有一個 Track Record 他也是發聲的為香港人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好了 我也想說一下 住在我們旁邊 現在其實香港很多老人家 社會的老人化問題很嚴重 有時候 有時候 他真的是獨居 他甚至 譬如有一個非用 有時候非用 一個星期 有一個人不在 我們都會有時候 主動過去 看看他有什麼需要 舉手之爐 這個叫做 neighbor watch be neighborly 就是要目論 do good for your neighbors 我們就由一些小事做起 give a little show a little more care a little more concern for our neighbors 不要當他們是strangers 多些愛心 for every fellow Hong Kong citizen 是不需要發生這些事情的 並且我有個感覺就是 其實到某一個年歲 入老人院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希望那些老人家自己會想